新北市中和玉翅龙岩宫协会日前在花莲市的国联里长林静芬的引介下 捐赠了60万元要来慰问这次强政中的受灾户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颁赠感谢状 感谢国人对花莲市民的关爱也希望大家都能占度难过 新北市中和玉翅龙岩宫协会暖心送爱 日前在花莲市国联里长林静芬的引介下捐赠60万元 要慰问天王新大楼 统帅大楼 华尔街大楼及浮渝精华 约200户的受灾户 这当然有帮助啊 因为你看县府的补助这么少 如果不是靠这些社会大德 这些有心的人士 我们哪有办法说拿到那么补助 而且很多都是针对那个屋主嘛 那我们灾民怎么办 一千多户的受灾户 你要去跟多少人抢这些租的房子 我们是逢我们的珠水的天上二圣母的天上理性的机遇 所以搞得我们公园这些珠水的这边花莲这边 地团要很严重 叫我们一定要称心要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有食材都来这些关怀啦 而市长维嘉宴也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感谢国人对华联市民的关爱 希望大家都能战斗难关 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国联礼的林静芬里长 经由他的女婿牵线 那也提出说我们灾民的一个需求 那也要谢谢龙元公整体 不管是主委或是上道下 包括我们的委员都今天都来协助 那发放了我们近60万的一个 每人3000的一个慰问金 一个小红包给大家 那借此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那也带来我们的圣母的一个小护身符 那也保护大家 那也希望说花莲不要再遇到这样的地震 跟一些天灾 龙元公汇集各方三星大德的力量 捐赠60万元 慰问花莲市200户地震受灾户 以每户3000元的方式 希望能达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并为每个家庭带来帮助 期盼这份善的循环 能为社会意足温暖 记者 徐丽晴 华临时报道